好 今天给大家开箱的就是QNET的301W 这是一款WiFi6的 而且是双万兆电口的一个WiFi6路由器 可以说是非常的超前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40把的电源 好 这个就是它的本体了 底部是散热格栅的地方 好 正面有一个QNET标志 确实不太像是一个路由器的一个样子 就是表面上它好像是没有天线 但是其实它的天线是内置的 它里面有8根的内置天线 再来看一下正面的接口 左边是DC输入 然后一个物理的开关 还有一个WPS 还有一个重置按键 两个USB3.0 两个万兆的电口 然后4个千兆的网口 可以说它的配置是非常旗舰的 这边是产品保修卡说明书 这边开箱之后总共就是这么多 大家好 我是悟空 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手边这台来自威联通的 QHERA 301W 这台路由器可以说是配置非常旗舰 非常高 直接一步到位了 双万兆电口加满血版的WiFi6 就是支持160MHz频宽的WiFi6 通常情况下 WiFi6和双万兆 这两个名词都不会同时出现 而这一次 WiFi6和双万兆竟然出现在一起了 然后在SoC方面它采用的是高通的IPQ8072A 这也是高通系列里面非常高端的一个SoC 应该是Pro 1200平台的 据我所知并不是所有的路由器 尤其是硬路由都能够支援双万兆的 只有高端旗舰系列才有可能支援双万兆 我自己查了一下 大概是高通的Pro 1200 Pro800和Pro600 仅有这三个平台是支援万兆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万兆还是依赖于平台的 说到万兆 尤其是双万兆到底有什么用的 以我为例 我一般都是做剪辑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万兆 通常情况下 如果你不接交换机的话 就是直接万兆对万兆直连的这种方式 然后设置一个静态IP 但是这种办法 我觉得效率没有那么高 尤其是在稳定性上 尤其是长时间使用 就未必有一个好的效果 并且你还要设置特径的IP 但如果说你有两个万兆网口 你就完全可以把它充当一个交换机 一个网口接NAS万兆的NAS 另外一个网口直接接一个万兆电脑 这样的话就像用普通路由器一样 非常简单的一用 当然有的小伙伴可能会怀疑说 家里面没有万兆的设备 只有2.5G的设备 那也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万兆是5速的万兆 就是可以向下兼容的 可能大家观察到这次的路由器 并没有外置天线 实际上它已经做了隐藏式的天线 在内部 内置了8根天线 这看起来好像是挺单薄的 但是经过我的实测 它的信号覆盖率是非常高的 就以我这个工作室为例 大概不到90平 我就放了这个房间 然后几乎每个房间都有信号 而且是5GHz频段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它的实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这款路由器是支持刷第三方固件的 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OpenWT 现在网上有很多大神 都已经制作了它的一个定制版 那么如果你刷这个固件之后 很多功能就可以开放出来了 这里提醒大家一句 就是它原本的固件 USB3.0只能用于FTP 并不能用于SMB的共享 但如果你刷了第三方的固件 那就非常自由了 而且这里面的自由程度 开放程度是非常高的 一般情况下 像SSH这种功能 不会给用户开放的 但是威联通的301W 它是通过一些按键 就可以把功能开启 在这一点上就增加了可玩性 好了前面我们就不付废话了 马上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这款产品 通电之后 我们可以在浏览器里面 输入192.168.100.1 进入到路由器的后台 首次使用最好是新建一个本地的管理员账号 默认的账号 大家可以在路由器的背面查看 好我们这边进入到后台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路由器的界面 相对于传统的路由器 我觉得这个界面不仅美观 而且看起来非常高级 在网页的左侧 就可以看到它所有的功能 首页是仪表盘 可以看到路由器的上网模式 连接状态等一些基础的信息 那么第二项就是QNET 一个特色功能叫Q1 简单的说它是一种SD1技术 它可以将分布在全球的局域网 组成一个大型的Mesh广域网 加入到广域网的设备 可以通过内网IP进行互访 每一个节点都有多个节点同时连接 所以说当一个节点挂掉的时候 也没有关系 它可以用其他节点再次连接 相对于传统的VPN增加了系统的稳定性 也节省了成本 但是有一说一 可能对于个人或者普通家庭用户暂时用得上 因为毕竟家里面没有那么多的设备 所以我认为它比较适合企业 好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比较关心的网络部分的设置 在网络方面首先看一下有线部分 它分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把一号的千兆网口作为万口 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我们可以把两个万兆网口作为交换机来使用 用来传输高速的设备 比如说内网中的NAS或者服务器 第二种是把两个千兆网口作为万口 这种一般都是Q1的设置 这样也是可以防止中段访问internet的情况 第三种是把万兆网口作为万口 如果你有超过千兆的宽带可以用这种 当然现在看来还是有点超前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选择第一种即可 当然无论谁作为万口都可以分别设置上网模式 比如说digisp或者是PPPoE拨号模式 再来说一下无线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QQ301W它非常有特点 它支持三个虚拟接触点 它可以将你的无线进行不同网段的划分或者是流量控制 比如说我们这边设置了三个虚拟接触点 这三个虚拟接触点你都可以启用 每一个接触点都有不同的信号名称 我们可以将每一个无线信号设置不同的网段 比如说1这个接触点默认的是100的网段 一般我们是不可以更改的 2这个接触点我们可以自己设置成20的网段 3这个接触点我们可以设置30的网段 具体是如何设置的呢 其实这里面要借助微蓝ID的划分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在左侧的网络里面找到微蓝服务设置 在这里我们可以任意的添加自己想要的微蓝的网段 点击添加微蓝输入微蓝ID比如说5 微蓝IP地址就是我们想要的网段 比如说192.168.50.1 然后最下面我们要勾选启用dgcp 这样我们回到设置虚拟接触点的时候 就可以在这里选择我们要的微蓝ID了 选择不同的微蓝ID就代表不同的网段 总结一下也就是说如果这三个虚拟接触点 你都启用的话它最多可以分配256乘以3这样多的地址 所以它的灵活性或者扩展性都是非常的高的 每个人的用法不太一样 下面有一些高级的设定并不是每个人都用得到 所以我暂时就不赘述了 相信大家还是比较看重路由器的性能表现 首先是有线部分 从路由器的千兆网口用网线折连电脑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表现 这边的宽带是北京联通千兆宽带 可以看到有线部分可以轻松的跑满940多兆 所以网口速率是OK的 再来就是路由器的万兆网口 万兆的测试确实有很多的门槛 首先要求你的电脑是万兆的网口 而你的NAS也得是万兆的网口 如图所示我就是这样连接的 下面打开硬盘的测试工具 从电脑写入大文件到万兆的NAS 看一下写入速度大概是700多兆 而读取速度大概是870多兆 这个速度是可以完全胜任剪辑4K ProRes 422或者是H265编码的视频的 而接入的方法跟普通的接入路由器 是一样简单的 不需要额外的设定IP 下面是无线速率的测试 先看一下测试环境 我把路由器放在A点 然后分别测试ABCDEF6个点位 如图所示这是他们连接的速度和信号强度 这6个点可以成功连接到5GHz频段的WiFi 并且卫生间还是关门测试的 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实际的测试效果 测试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6个点的速度都非常的给力 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是750Mbps以上 地点可能略微远一些 速度是629Mbps 对于WiFi6的整体表现 我是非常满意的 基本上一个路由器可以覆盖各个房间 以上就是原生固件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简单说一下第三方固件 通过这些大神的教程 我们不用拆机就可以轻松的增加一个系统OpenWT 等于说一个路由器拥有两个系统 你可以用一行代码随时切换到原固件 之所以这样任性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得益于301W它具备4GB的闪存空间 其他的路由器哪怕是非常旗舰 也是望尘莫及 其实OpenWT的固件并不是很大 也就是几百兆 所以它还有充分的使用空间 在系统的磁盘管理里面 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闪存的大小是3.6GB 所以是非常大的 当你使用这个固件的时候 你就可以解锁更多的功能 比如说SMB的文件共享 BT下载 KMS服务器 以及你我都懂的那个插件 除此之外 如果你觉得万兆网口的数量还是不够 你甚至可以外接两个USB3.0 转接2.5G的网卡作为扩展 驱动的早就已经集成了 这样它就变身了8个网口 简直不要太帅 接下来我们实际测试一下 这个连接万兆NAS的时候 内网的传输速度 可以看到大文件传输速度 轻松达到了五六百兆的样子 另外使用某插件之后 我们打开油管4K 也是非常轻松的 可以达到十五六万的速度 CPU占用也是非常低 单个核心也就占用8%左右 4个核心加起来也就是20%到30%左右 所以它是完全胜任的 并且此时这个路由器也是散热良好 OK那以上就是我近期体验的 QHERA 301W这款非常旗舰的路由器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无论是有线还是无线 这款路由器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惊喜 对于热爱折腾的小伙伴 可以说你要的它都有 无论是双万兆交换机 还是160MHz频宽的WiFi6 无论是好用的原生固件 还是更多功能的第三方固件 它都具备 而它的价格也就是2000出头的样子 我认为这样的配置和扩展性 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的 通常情况下我不用推荐这个词 但是这次它真的好用 所以值得推荐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和收藏我的视频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